老師您的畫面借我一下囉 那我們來看一下剛剛提到的所謂的共同貝克概念 如果說您像剛剛這一個 剛剛這一個 您建好了之後那我可能是國文科的 我希望說其他老師也能夠加入這個群組 那你不需要說從這邊一個一個加這樣比較麻煩 您可以從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這個條碼 對不對把它按一下 這裡呢會產生這個課程的一個代碼 會產生一個課程代碼 你把它按產生 有沒有產生出來了 這個去買樂透應該是不會中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代碼告訴您的 就是 同一個領域的老師 那他就把這個代碼關進去 那如果您怕說 別人知道這個也會進來 你可以讓他重新產生 有沒有 或者甚至我就這個 大家都加進來就把門關起來 呵呵 沒有讓人去買呀 你就要清除代碼 也就是說這個課程就沒有代碼了 反正代碼你可以不一樣 比如說假設你很在意那個 有沒有人進來偷看的 呵呵呵 知道我們看成員也知道啦 只是說 如果你很在意就可以把這個 重設或者直接清掉 大家要進來門就關起來 這樣子 好OK 有沒有 那這樣的話呢 當 您告訴別的 貢貝老師的時候就可以從這邊 有一個新增群組 有沒有發現上面就是群組代碼 所以把那剛剛的代碼填到這邊來就可以了 他就那個群組就會自動加到你這邊來 這種方式就是比較適合就是 您不公開的啦 等於說我就不想要公開給別人嘛 那我當然就是透過 這個方式產生一個 那個所謂的入門票嘛 那你才有辦法進來 那如果你是公開的就沒差 就沒差反正他隨時都會幫你訂閱 OK 好 那這個部分應該 各位就會比較清楚一些